有些人他去上了某一些課程 去聽了什麼講座 突然就變得很快樂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人很邪門 這是不是一個洗腦的團體 是不是洗腦的課程等等之類的 這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去上 這些課程都會有一些不菲的費用 兩三萬到二三十萬 甚至兩三百萬都有 有可能你去透過學習 有可能會改變你的醫生 最近我常常遇到一些朋友 在問我一些問題 就是有些人他去上了某一些課程 學了某一些東西 或者是去聽了什麼講座 突然就變得很快樂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人很邪門 好像在騙你一樣 其實現在台灣市面上有非常多 身心理老師 身心理課程 身心理的講座 那這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去上 你覺得呢 這個就個人意願的問題吧 要去上其實也是可以去上啊 為什麼不行 好 你覺得可以去上 那其實很多人會排斥 因為他會擔心他自己被洗腦 對 對不對 他就說這好可怕 這是一個洗腦的團體 是不是洗腦的課程等等之類的 對對對 去這些課程 或講座被洗腦是一件好事嗎 如果不要被騙錢的話 應該就還好 是吧 有沒有被騙錢是指標 可是往往這些課程 都會有一些不菲的費用 我聽過的啦 可能從兩三萬 對 到二三十萬 甚至兩三百萬都有 我覺得在學習的路程上 你其實蠻多的是抗拒學習的 有些人是很愛學習的 對 那或者是說有些人他很願意去 踏出他的舒適圈 我覺得去上課蠻難的 蠻難的喔 又要踏出那個舒適圈 對啊 那感受是蠻可怕的 我覺得蠻可怕的 到底要不要去學習這些東西 我覺得有幾個指標 你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你今天去上課 對你來說的損失到底大不大 因為很多人他捨不得的是他的時間 他覺得我已經很忙了 我根本就沒有空去學習 那你就好好檢討為什麼你會很忙沒有空去學習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課程的費用 你能不能承擔得起 如果那個課程的費用你需要去貸款 需要跟人家借錢去上這些課程 或講座或學這些東西 就千萬不要 我不認同去借錢做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東西是你本身就承擔的起 你願意投資自己看看 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為什麼不去 然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找你去做這件事情的人是誰 如果這個人是一個就是跟你關係不怎麼樣 不怎麼好的人 然後他也不是什麼你很密切的朋友 突然跟你講說跟你推銷東西 那就怪怪的 通常都會有一些利益的一些 對啊 可是如果今天是本來就很熟的朋友 他可能去做了一件事情 他覺得很棒 想跟你分享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朋友值得信賴 你們身交夠久 你應該就要接受他所推薦給你的東西 我們人生其實一輩子都在學習 你看從我們出生 然後幼稚園 國小 國中 大學 有些人研究所 博士 那出社會之後呢 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學習管道 沒有啊 就看例如說你要學你的專業技術 他可能會加入社團學習 有些人可能去念EMBA 有些人去報名一些私俗的課程 有些人去報名一些心理的課程 有些人報名商學的課程 這個都是學習的過程 對 但是這些東西 你到底要不要排斥他還是接受他 我覺得剛剛講很明確的指標 分享給大家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有些人是有色恐 所以他怕去上課的時候 我會跑 這個課題就蠻嚴重的 好 那我覺得如果遇到色恐這個問題 也可能色恐就是你要解決問題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就知道你色恐你就要突破啊 你覺得色恐的比較有機會成功 還是沒色恐的比較有機會成功 當然是沒有啊 對啊 色牛比較容易有機會成功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在思考路徑上 可以去做調整的一個步驟 那如果說他就是 我就色恐啊 我人生就這樣啊 誒 當然也是成功啊 因為他不想要 我懂那意思了 他已經得到他人生想做的事情 我就常講一個事情 人生最快樂的事情就是 你想耍廢就耍廢 你也正在耍廢 但是圓滿的 因為你人生已經達到你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但你不快樂是什麼 很簡單 我色恐 或者是我沒有成功 但我好想要成功 這就是痛苦的來源啊 可是他本來就不想要進步 他本來就不想要成功 他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他選擇一個 知足的人生嘛 因為我只要講 人生要嘛就是知足 要嘛就是行動追求 心理知足跟行動追求 你能夠做到其中一項 你都是成功的嘛 每個人身上都一定會有一些缺點跟盲點 那可以透過學習 可以知道說 原來可以透過這樣調整 可以透過這樣改善 對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學習的機會 都對你來說可能是一個 一個竅門或一個鑰匙 或者是一個開關 有可能你透過學習 有可能會改變你的醫生 因為有可能老師一堂課裡頭 或一個講座一堂課裡頭 講了幾萬句話 但是如果有一句能夠改變你 有一句能夠讓你有幫助 其實就值得了